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4日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在继续用虚垮的语言赞美习近平 非常令人可笑 你看看这些标题 你像新华社有个标题 竟然用这么一个标题 什么标题呢 说是这个伴伴不同伴伴同心 花伴的伴啊 就花伴啊 每个花伴不一样 但是都同心 讲来讲什么呢 经经记 上次把这个记念的发音不准 经经记 协同发展 不断的突破 不断取得新突破 摧取这个 因为习近平就上任以来 这七八年 可以这样讲吧 自己虚垮的搞了一个什么呢 凶暗心趣 到现在你回头看凶暗心趣 一失五成啊 还是白羊殿这个荒凉的景象 今天网上有个图片 就非常有意思啊 但是习近平那个为了吹捧习近平 这媒体啊 这王沪宁和这个黄昆明的 就指示下 这媒体还在这虚构事实啊 这个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凶暗心趣啊 也和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就是这个非首都核心趣的建设啊 搞所谓经经济啊 这三个地方 北京天津河北 这个搞了一些 一起搞一个大的规划和项目 但是看这个图片半天 就有一个在世家中央这么一个高速公路 其他事也没有啊 其实这个事就等于凶暗心趣啊 就等于烂尾了 这个习近平这个现在关键是 这个想的很大 你想你就这么多的资金 你去搞那一带一路 是不是啊 就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偷到什么 这个一带一路一沿线 贷款贷出去 还不上 烂尾了 对吧 成烂账了 这边你在搞凶暗心趣 想创造一个 就理念 胜过这个江泽民的普通心趣 邓小平的神圳特区 不可能的 完全这个环境 大环境变了 你想你香港的窗口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再搞凶暗心趣呢 对不对 而且那个地方地下水啊 都供不上了 所以这个非常的滑稽的 可笑 但是官媒一贯是这样啊 可以继续虚夸 说能虚夸的不就是 说是二十多所 北京的世俗院校医院 向东郊 京郊转移了 疏解了一半制造企业 累积三千家 等等 你这个再干下去以后 我相信搞十年 也没有轮廓啊 完全是 这个彻底的烂围了 这个所谓的 这个匈关机器啊 但是习近平 这个不在乎啊 你看这吹捧习近平讲的 工程不必在乎 说不必办成 办不成也无所谓 因为什么 你想所有的权力都在他手里 他说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对不对 他说停就停 他说办就办 反正出了问题 大家兜着 有了成绩 都是一个人的 所以叫半半不同 半半心 对不对 你这怎么你敢批评他 批评他一反复外面 一抓人 不用抓一批贪官 对不对 你什么北京啊 天津 河北 贪官少吗 是不是啊 打击政敌 就是这样 手里最大的力气 就是抓人啊 那一方面抓人 另一方面 虚夸的宣传就是什么的 就欺骗 所以现在特别重视宣传 你看这个文化大革命 这个仿造文化大革命的 活学活用 那时候就活学活用 猫血语录 现在想到傻傻的人 鼓掌 然后一个人上街讲 讲了半天 就彻鼓励话 毛主席这么伟大 是吧 下面人就在那听啊 讲啊 一看傻子似的 现在回想特别可笑 但现在习近平是搞了一个翻版 升级版是什么呢 宣讲党史 你看从中心城市啊 今天这样不是已经别的事了 下一步就是习近平大头像了 别凶钱了 对不对 天安门光厂的画 换毛泽东了 毛泽东换成这个西泽东 他就有可能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什么呢 既然他是想搞这么一统一的思想 对不对 就不允许别人讲话 那肯定什么呢 要这个打击所谓社会的非法组织 今天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的报道了 民政部取缔了一批啊 第二批 施加啊 所谓的非法组织 其实这些组织都跟以前 都是在这民政局已经注册了 有一些组织啊 完全都是这个和政治没有关系了 同样感到恐惧啊 因为人只要一聚集起来 在一起一交流 就搓穿他谎言了 对不对 还担心人们造反啊 所以这个 把他们一概都打成非法组织啊 另外就是不允许讲话嘛 你看 现在这个网上又开始搞出为什么 亲网行动啊 这亲网行动的 就力度也是很大的 你看他这个数字发表了 二月以来啊 网络这个 这个环境 进化的环境 清除了 208万家呀 像这网站啊 有这个这个 被封号啊 达到7.23万呢 你想这力度多大 尤其针对什么 这个导航系统啊 这个 网上不都有很多的浏览器吗 UC浏览器啊 还有这个导航 这个等等啊 360导航 这个都是被这个 这个整数啊 就是什么 统一的口径的宣传 你必须讲我们好 你不讲好不行 不相信我们就在抓人 这共产党 这厉害 你看这个 他的嫡系 习近平的嫡系 王晨啊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中国法学会的会上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哪有法治思想 习近平就是抓人就完事了 什么思想 你看他爸爸本身就是文字语的受害者啊 在这个毛泽东那个年代啊 康生奏一本 说他利用小说翻党 其实就是一本 传记小说吧 说啊 就是这个刘志弹嘛 刘志弹还是革命英烈 你什么都是当年都是 叱咤江场的英雄 一起打天下的 但是由于这个派系的斗争啊 对他 这个特别有意见 结果就给他强架一个罪名 一关大牢关了 这个假如做牛棚 十多年 习近平颠沛流离 跑到这个梁架河去了 现在都忘了 他他其实没忘 他为什么不学这个 这个习中学呢 不学他不学习爸爸 不学习这个蒋经国呢 因为他自私嘛 因为他学习 如果学习他爸 继续开放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一改革 谁选他 他知他的能力差 是不是 所以硬着头皮 学这个康盛搞文子鱼 你看他文子鱼搞了牛棚鱼 就因为把这个西明泽 他女儿的这个身份证 信息泄露了 还不是他泄露的 是公安局里边 一个人给卖了 一个网站 网站报道了 结果牛棚鱼判13年 你看那小孩 这人折腾的 你还有人打炮 判18年 你就可以看出 他现在搞这套东西 哪有什么法治理论 没有任何法 他的法就是 就是习法 他说抓谁就抓谁 所以这个王晨当年 是帮助他上大学 现在也贬值了 就人呢 只要你没有那个 要报那种宽广的政治行为 你到了一定高位以后 根本上不去呀 就烂泥护不上墙 一旦护上以后 只能污染环境了 你看还在那学习 这个所谓的理论 然后呢 你再看这个黄坤明 一路小跑23 20号到23号 到湖南 毛泽东故居去了 拜毛泽东 像从毛泽东的求教 毛泽东你越求 社会矛盾越前例 为什么呢 一党职 你想想一个人独裁 一个人大脑 你怎么能带领14亿众人员 走向正确的道路 所以现在路就走偏了 不是偏走道了 说为什么 就布林肯在 在这个啊 中美这个见面会上 遭到了 这个杨洁篪的 这个痛斥 你看中国历史上 哪个朝代 和这个 在外交领域 能用这些词句 还是登不上大雅字堂的 结果闹崩了以后 现在 你看人家现在开始 N个国家 自由联盟 开始围堵了 等人围堵完以后 人家可能就去南海啊 台海 也很可能在朝鲜报道 就可以开打了 一开打一夜就崩塌了 还搞什么凶安心气 什么一带一路 什么这个 经经纪的 我们统统花灭艳云了 你想想 得民心者得天下 习近平现在这套东西 老百姓是很恐惧的 很憎恶的 你想随约又回到战争的年代 枪炮子弹 是吧 所以说现在他这个 只好农意人们的思想啊 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 这个信息啊 但他自己还在这个福建 在那 悠哉悠哉 假装 这个不在乎啊 这个孩子还要模仿毛泽东啊 还要这个信步 你信步什么信步 是不是啊 你都已经走错路了 所以习近平 这就没有办法啊 你看现在这个 整个中国这个形势啊 就是这样了 今天这个人民日报 这个报道了一些消息啊 都充满着马屁 这个马屁 这个马屁 马屁净的啊 这种虚垮的这个色彩 你看深圳 还搞出什么 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给这个两山论 习近平没有别的理论 就提出一个老农民的 梁家和老农民讲的 绿水青山 就金山银山 我下下那地方 那个大队党 书记王餐宝也讲 这个金山银山 这老农民经常讲的话 结果变成习近平的理论了 因为习近平思想太贫乏了 实在是拿不上左面 只好搞这么个两山论 结果呢 深圳这么一个改革开放城市 竟然出台啊 说把两山论 青山绿山 贴上了标签 价格标签 首创了GED 这个核算体系 这个有自动的这个核算平台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这个方案标准呢 这些东西 报表什么东西 你说有什么新意 特别可笑啊 邓小平当年提到那个理论 不管怎么样 还是对外开放了 对不对 你看习近平搞的东西 完全是一种大倒退 所以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灾难和这个悲剧 但是却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自己正在成为豁人驾驶的旧毛泽东 非常的可笑 本人认为啊 他现在这个头脑极其的僵化 道行逆施这一套东西 和整个国际社会背离 和老百姓的愿望也相背离 所以呢 将朝日从未有过的一个大的灾难 这个灾难正在来临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